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是一場心靈的交鋒 就像飛影無君雷靜 用一雙翅膀 开一天破云 守着一份执着 勇敢先行 我们的青春 不负那些美好的光景 我们的信念 终将融化剑影的寒冰 我们的事业 能找出世界千平转行 我们的启程 能看到 金色的光影 你这个项目呢 我是基本认可的 但是我希望你呢 别和海莉合作 西风现在不在了 她不要为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而奔波 真是有准备啊 像你的性格 有人记你别说了 你不用担心 他们看到的都是一些人物结构图 你可以不参与 但我告诉你 我很需要你 和中国两个字比起来 我的特殊身份不值一提 我们需要在十秒钟之内 拿光龙哥所有的钱 我只需要八秒 师父 我要向你汇报一个重要的情况 龙哥正在并购海箱 他并购海箱的原因是要控制海箱底下的九字计划 如果让龙哥控制这个九字计划 那么 国内的几大重要城市和几个重要的地区经济 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有一股境外的金融势力 正在极力地并购海箱 也就是说 他们想通过操控海箱 来操控行业经济 乃至区域经济 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董事长 您知道我们什么事啊 这份账单总共加起来才两千万 是不是有点少了 董事长 您不是说咱得放我们发展脚步吗 咱凭什么给龙哥筹那么多资金呢 再说了 这新来总结你不也没发话呢 是 不是 咱几什么呀 这个霍总啊 什么都不懂 等他弄明白过来呀 咱早把钱都转走了 话是这么说 但是你们不了解龙哥这个人 他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擅长啊 那又能怎么样呢 难不成还得把我绑了 我哪里被哈维进来 我哪里被哈维进来 郭总 我叫你给我拿杯咖啡进来 你聋了是吧 抱歉抱歉 我这就去给您拿 行了 回来 这个账目谁送来了 是 是什么是 是是黄莲的是吗 谁 是两位副经理 两位副经理是吧 杨董事长看过去 我应该看过 我应该看过 看过就是看过 没看过就是没看过 什么叫应该看过 把他拿好看过来 之前杨董事长已经把两位副经理叫走了 哦 是吗 好 那我亲自过去找 来 霍总 起来 霍总 霍总 别 别拦我 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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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听到吗 曝 变得你 dataset 这个 帮榜 你 真的吗 直言 您消消消 不是我们不报您筹集资金 这一切上上下下 需要程序不是 这四方集团 大大小小有数十家公司 各行各业几十位总经理 要动用这么大笔资金 每个人都得签策不是 对 这需要时间呀 是啊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龙哥是四方的老大 人老人家一直是选手掌柜 没落过面 就算本尊今天来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 也得给我被松两天不是吗 瞧这意思是我催得紧了 这个现实情况是破的 好 我确实不太懂 初来乍到 公司的运营我也不太了解 那么我想请问需要几天呢 这个 需要三到五天吧 对 三五天 我上次来的时候说的是两三天 这回三五天 好 我给你们五天的时间 五天之后 账目上的数字如果还不对的话 我看你怎么交代 我看你们怎么办 你瞅他那样 董事长 不用担心 我看他呀 就是一个没有手段的白菜棒子 啊 我看你了吗 我看你了吗 好 我看你了吗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算下来 我们结婚好像也有五六个年头了 却从来没有这么正经八百地说过话 在别人眼里 我们是丰工的 完美的 可从来都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痛苦 从来都不会有人知道 当我想跟你共进晚餐时 你转身就走的那种失落 我知道 我对不起陈欣 我当时就是嫉妒 可试问世间上有哪个女人 会愿意自己的未婚妇 在订婚宴上去接听别的女人的电话 换做是陈欣 她会愿意吗 因为那次错误 我内疚 我难过到现在 现在你不在了 我要帮你背负你的员工 你的股东 背负海香不被人收购 可就算是这样 我还是比不上陈欣嘛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毕竟现在 你终于可以好好听听我说说心里话了 看来你们夫妻之间有误会 夏组长 你这偷听的毛病可不好 没有了 只是刚才看见你们聊天 不好意思打扰 那我想请问夏组长 你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如果没事的话 如果没事的话 我要先走了 等一下 想跟你聊一聊 换个地方好吗 嗯 说吧 夏警官找我有什么事 王总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之前我给你提诚信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那么大 对啊 道歉 我之前真的不清楚 你们还有那样一段过去 过去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陈欣已经死了 旭丰也不在了 该还给他的 我都还给他了 所以就请不要再提起他了 好 我们不说陈欣了 刚才在旭丰目前 你说的那番话 作为女人 我真的觉得你不容易 在光鲜亮丽 幸福美满的婚姻背后 却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苦衷 同时 我也很敬佩你 一个人肩负起了旭丰留下的一切 那么大的一个海销 那么大的一份产业 那么大的一份产业 夏警官 那你和我一样吗 我听说你家庭背景也不错 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完全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子 靠自己的辛苦去打拼 一个女人能做到行政支队长的位置 又和尚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俩 不都是别人眼中的女强人吗 看来我们之间 还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所谓的女强人 背后的辛酸 又谁能知道 在很多德语诗面前的抉择的艰难 用谁能够理解呢 夏警官 你和我说这么多 不是想和我做朋友吧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要跟你做朋友 但是从今天之后 也许我有个考虑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想跟你聊一聊 海翔的酒资计划 夏警官怎么会对我们公司的项目有兴趣 我想知道 酒资计划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否能带来一场灾难 你说的这个 我不太明白 酒资计划简单地来说 就是一个整合各领域的一个项目 提高了各个行业的效率 降低了成本 那也就是说 它会有一股大量的资金储备 对吗 那是当然 这么说吧 我们警方得到一个消息 有一股境外的金融势力 正在极力地并购海翔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他们想通过操控海翔 来操控行业经济 乃至区域经济 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王总 我想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合作 金融报国 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许我们就会成为朋友 王总 这是我的名片 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我今天说的话 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到海翔的未来 还关乎到很多人的生活 还是那句话 也许在未来 我们会成为朋友 再见 嗯 干嘛 聊聊 目前有什么情况 董事长 我们现在已经把大陈商贸 和花莲商场的股份 已经全部支押了 另外其他的二十家公司 以及两家房地产 已经全部把资金抽掉出来了 其中百分之六十五 我们投向了海翔私募 百分之三十 我们投向了凯拉科技的极光项目 所有的资金 已经占到我们海翔集团的三分之二了 三分之二 这个数字呢 让我想起来当年 有些事情 你还不了解 当年我和你父亲 就是把海翔的三分之二的资金拿出来 我们去做房地产 才有了今天的海翔 当时呢 那是拼了命活出去 赢回来的 所以今天呢 我愿意为这些年轻人 赌上一把 董事长 我看您还是肯相信大小姐 哎 大白天回来了 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谈话了 董事长 大小姐 你们聊 那我就先出去了 您之前不是叫我放弃这个计划吗 怎么现在突然又 闺女啊 爸爸是了解你的 你从小呢就是一个绝脾气 你决定的事情呢 那是八辆大车都拉不回去的 所以这次呢爸爸 决定了一定要帮 可是现在已经用了三分之二的资金 一旦出了岔子 连海翔也会 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 我想来想去呢 这个 极光这个项目呢 我是认可的 它一定有前景 可是我现在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了 拉下去 对了 你妈说想你了 说好一天没见你了 这样 让你妈做几个菜 今天我做饭 你做 好 去吧 先上去 那个还有一件事情 我忘记跟你说了 今天七三宁专案组的组长来找我 说是给我提个醒 说有组织想要恶意并购海翔私募 目的就是背后的九资计划 这种事情不是一个竞争警察能处理的 可能现在只是一个消息 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吧 我会让小马了解一下 对了 一定要让何冰加快进度 海翔的股价 只靠这个项目 好的 爸爸 整理好了 好嘞 这些是我刚整理好的 好的 好嘞 哎呀 这宋怡南滑走的一点二十亿 都是这么多年的老账 这里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加油 我也在慈念 职份 周玠 喝咖啡吗 周玠 我算账了 你没看见吗 看见了 算哪儿了 这 你说说你 你这可不用问我 我这也是好心啊 不管你怪谁啊 这整理了这么长时间 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要不咱就看着好喝 昨天已经看过他了 这个借口没用 完全没有思路啊 怎么弄啊 我这里倒是有些头绪 就是还需要再确定一下 什么头绪 说来听听 我手里这个账目 经常会出现一个叫四方集团的公司 在一个时间段出现 然后就消失 这有什么好奇的 感情好了 黄远集团代理投资一下 感情不好 撤出来呗 我这一大罗呢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呀 这个四方集团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以他的名号 这成交量只有几十万 几十万 嗯 四方集团是个大集团啊 几十万 确实有点奇怪啊 下队 辛苦了 各位 怎么样 已经有些头绪了 但是还需要再确认一下 好 一会儿 我给大家带点好喝的咖啡 谢谢下队 啊 您这是让我熬大夜啊 怎么了 我跟你们一块熬 哦 对了 下队 邻居在找您 找我 嗯 在他办公室 是的 好 你们先忙 行了 周杰 哎 我问他了 师傅怎么样了 你就别添乱了 到都查那儿学习能有什么好事啊 干活干活 你有什么都知道 不喝了吧 谁说我不喝 抠门劲的 你都多大岁数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要冷静 你赶快给我掉头回去 我现在真不能回去啊 我现在回去的话 我来干嘛呀 事儿还没办完呢 我再次提醒你 你这是在意大利 你要再给我捅出娄子呢 我怎么替抗着 你要再这样的话 师傅 我又得装信号不好了啊 你少来这一套 听见没有 马上给我回去 喂 喂 师傅现在真是信号不好 就这样再见 喂 喂 喂 你 不知道怎么骂我呢这是 你那是怎么样了 林局 我已经有预示地提醒王海力了 她应该能明白我们的用意 师傅 师傅 您跟谁生你大气啊 还有谁 你领领破大当 喂 哇 这么多好吃啊 你们快吃一点吧 我真有点饿了 真的不好意思 这意大利的物价是吧 没什么 没什么 快吃吧 我这旭风流的钱我也不能动啊 所以说不好意思 这些都要你来负担 这又什么 没关系了 要是不嫌热的话 住在这边算是最好的了 对我来说 还是喜欢住在中国 喜欢吃中国菜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 为什么要背叛你哥哥 帮助我们这些陌生人 其实 我们家本来是非常穷的 在当地的华人来说 就更没有地位 于是我哥就决定 跟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炸轮棚 一起加入了黑帮 打黑拳 杀人放火 有了点名气 但是他的老大 却嫉妒他爬得太快 于是就故意要求 把我的姐姐献给他 献给他 在这边就是相当于 把我姐姐卖给他 而且姐姐当时才十八岁 还喜欢着炸轮棚 可是苏坤没有任何反驳 直接把姐姐交了出去 而炸轮棚因为反抗 差点没了命 我知道那个人 你见过他 嗯 后来呢 两天后 我姐姐自杀了 很抱歉 让你提起一场心事 没事 无论是谁知道我是苏坤的妹妹 都会躲得远远的 你怀疑我就更正常了 不过我希望你们 能安全离开 谢谢 来 对了 对了 一会儿你睡里面那个房间 我睡外面 晚有危险 还有我在 好像在意大利 都是我照顾你们吧 没关系 你睡里面 我睡那边 很晚 ес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凯拉科技决定把投资权交给海湘 每逢四季 虚空公司会开会内部清廊 到时候他们会把钱全部都集中起来 然后打开卧州的银行上 这个事情是他们最忙的事 你在哪啊 回家的路上 龙哥要的资金怎么还没筹上来啊 请给我一个解释 两个副经理说了 环境冗资需要一定的时间 环境冗资 你们俩子怎么在这儿啊 不敢了 不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们对不起龙哥 我们再也不敢了 你怎么会用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太 prev了 好了 快点 好了 你们俩уп 細 我们走 后 赶紋姐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在龙哥手下做事 地位越高 惩罚越高 这是规矩 你不知道啊 这龙哥要钱的期限 马上就要到了 可账目上还那么点钱 这可怎么办啊 我说过了 我对公司并不了解 钱倒不了账 就是没办法 哎呀 你这是入戏太深啊 这演戏演到骨子里 成真的了 您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给海翔拖延时间这件事情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钱 您可真有意思 要是不想用我 就直说啊 我凭什么给海翔拖延时间啊 死鸭子嘴硬了 看来你这点苦吃的还不够啊 我还不够了 我可以帮你帮我10万欧元 然后带我去VIP 我建议你不要玩这个玩意 这个玩意不是你 说啥呢 你今天走不了 玩个新游戏 维成 谢谢 好 老子还不信吗 今天跟你玩到底 中国人 你也是 当然 幸会 来 兄弟 我 我 像你别的一样 再看一把 我 像你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想明白了吗 说还是不说啊 您 到底 让我说什么 我对龙哥 一直很忠心 姐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行啊 阿发 长大了 挺出乎我意料的 也算是 没白吃点苦 也不枉费我这么费劲的想策反你了 姐 你跟我说什么呢 你开什么玩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么费尽心思的接近龙哥 不就是想干掉他 替霍刚报仇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 你以为旭峰能够帮到你吗 他连龙哥在哪儿都不知道 只有我 跟你 才是一个战线上的 我告诉你 姐 您真有意思 我现在就剩半条命了 您是龙哥的养母 你不如跟我开个痛快吧 啊 开什么玩笑 来个痛快吧 旭峰九字计划 我早就知道 也非常了解 梭史龙哥 进入九字计划的人是我 留你半条命的人也是我 而现在要吞并海翔的人 还是我 你觉得呢 你到底是谁 你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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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今天高选 我都输了好几天了 你把我的面子给找回来了 我 就要一样 不一样 就 就 心中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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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小警官 睡得好吗 睡得非常舒适的 你睡得好吗 非常抱歉 我们要从当务之急着手 你说呢 我告诉你 当不当务之急是我说的算 不是你说的算 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嫌疑犯 我只想告诉你 我并没有骗你 明天下午会有一个交易 你去了以后 也许就能知道真相 又换一个地方 这是又想刷我呀 我还能信你吗 我并没有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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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害怕 抓不住未来 才让自己漂浮在 人潮人海 明天的对错不用去猜 信仰还在原地等待 就算耗尽自己所有忍耐 也不让灵魂渺绕入尘埃 如果心是一片宁静的海 总有月光洒在白云外 迷途中忽然想起天来 一路慷慨绝 一路慷慨终将看到美好未来 如果心是一片宁静的海 总有月光洒在白云外 一路慷慨绝 一路慷慨终将看到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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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